本节目由脚尖流口水独家赞助播出 你爱读书吗 无论是葫芦吞枣还是细细品读 读书都是一个放松的好方式 我读书常常读得很快 以至于一篇文章看下来只知道个概要 所以能让我驻足细品的句子尤为珍贵 我会拿出一个小本子 用笔摘抄下来 日后回味揣摩 不过当我想要引用它们时 时常记得注意一次又无法完全复书 导致每每装逼失败 要是在手机中也能备份就好了 恰巧这是笔来了 这是印象笔记出的又一款硬件 文章摘录 翻译是它最常用的功能 像这类工具我们已经体验过很多了 是啊 你们这么爱自己写些画画的商品吗 以前我的文字内容散落在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我厌倦自己像个无头苍蝇般寻找它们 于是我开始使用印象笔记 建立统一的知识库 文字内容尽量集中在这里 当我需要引用回顾时 我知道去哪里快速地寻找它们 并且记录它们 也是整理自己 如果你也是印象笔记的用户 这样的衍生硬件 就能明显地加强幸福感 对于摘录笔 你最关心的肯定是扫描的准确率 无论你是得过小区书法比赛一等奖的小天才 还是从小被宇文老师骂到大的 字儿像鸡爪抓的小傻瓜 对于这支笔来说 滚 看不到 滚 看不清 这三 兔废风大少年 是的 就算你是打印字体 那么你的字号 字体 材质 都会影响它的识别 大会了 没有闪不讲武德号子为之 我以为的摘抄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哈哈 然而现实是这样的 可是我牵人丝的诗经比较 那是你不会用 来 我来教你 贴紧书纹 握持垂直 深呼吸 匀速 缓慢 笔直前进 如果是一本刚开始读的书 左边就很难识别了 因为书页是悬浮的 按下去又是起伏状的 这可太难为它了 不幸中的万幸是 这只笔能直接校正错字 是的 在这么一块小小的 不流畅的屏幕上做如此精细的操作 一错再错 是常有发生的事 所以我并不建议你在笔上编辑文字 重命名 修改内容等等 总之 一切的修改操作 最好都等同步完成后 放到手机或者电脑端 同步依赖于WiFi 连接后就能将摘抄的内容 自动同步到印象笔记的笔记本中 不过 它只能和手机端相连 有时候在电脑端操作文字 仍然需要手机来中转 哎 麻烦 其他功能 比如文本翻译 文本翻译就做得很一般 只查单词可以应付 而整句翻译呢 扫描下来全是错误 就更别提翻译了 内容朗读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就这中文吧 读起来没感情 春天的到访 英文根本听不清 反正我是从来没用过 He waited with the line between his thumb and his 扫描词典 很多时候书中都有我们不认识的字和词 好家伙 汉语词典都没有 成语无法解释 生辟字你也不认识 说实话 你不把这一块弄好想啥呢 录音 我开始以为这个录音是和锤子的闪念胶囊一样 语音记录加文字转换一起合成 谁想 它只是帮你录下来 而且录制的声音就是咋咋 该从何说起 有的时候我也跟朋友提起这件事 录音的文件一多 想要找到你要的 还得一个一个去找 对于一支笔 握持感还是相当舒爽的 类肤材质握着摩擦力刚刚好 并且重量时钟便于鞋带 这玩意还随身鞋带 天冷了 带个热水袋更管用 你可能会问我 手机有识别率极高的语音输入 以及OCR功能 想要摘录一整页都没问题 要这个扫一笔干实木 试想一下 如果我没有被它伤过心 那么我会告诉你 如果你拿的是一支扫一笔 像真的笔一样划过知识和美剧 无需再多的操作 就顺利归纳到知识库中 你一定会沉浸在读书的美好中 你又开始装了 诶 其实并非装 专注和效率很重要 你可以说这类产品没有做到我们心目中想要的样子 但我们想寻找效率与生活之间的平衡 这绝非无病呻吟 如果说传统的笔是将墨水挥洒在纸张上 那么印象笔记的这个扫一笔 就是将书本上的文字吸入笔内 老信条的操作 不过我更希望这样的硬件得多提升提升自己的硬实力 特别是像印象笔记这样以软件实用性聚集用户的厂商 毕竟美好的想法 软硬件出色配合的表现会赢得用户 而且市面上类似的产品有很多 你做的如此雷同说不过去呀 你应该注入更多印象笔记的特色功能 而非感觉一个贴牌就完事儿 但是好想法也得有出色的工业科技能力去实现呢 这样的硬件表现失会的几率很大 几天兴趣过去了 你就扔抽屉里了 599元的价格含一年高级用户 就目前的体验来说并不值得购买 对了 不是APP付费用户的朋友用不了哦 目前印象笔记已经推出了它的专业版产品 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呢 印象笔记的用户可以关注关注 印象笔记EVER SCAN TESTV给出剁手刀三刀 脚尖流口水 双十二打折 双十二打折 双十一错过 不要错过双十二 双十二各种产品超低价哈 赶紧下单 赶紧下单 你吃的啥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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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买贵了 双十二这样就快叫 喂 什么 来 孤姐 九块九 我去 kalau伤只要九块九 啥 那个 九妹酸味都是九块九 前面 evidentlya的人也只要九块九 哇 那哇要不要不咬 朝用三们打我 打我 糟 foldsmat 优惠巨大 三台iPhone十二分 双十二 豚气蓝 哦 今天是节目当中出现的那个 印象笔记的扫描笔哈 送出去哈 今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TESTV新寻宝下单的小伙伴 不现金额并备注 我爱学习 我们抽一个人送出去哈 另外提醒大家 双十二我们淘宝店会搞活动哈 这几天不要买零食了哈 双十二再买 今天晚上 B站545189 直播内容 双十一 十三台小米10 自尊版全部抽出去 一定要保证你的电话畅通哦 到时候抽到的 要给你 嘿嘿嘿 打电话哟